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关于杨子的最离谱的八卦杨子 一位气质非凡的新生代女演员 她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虽然她已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 但她的事迹和传奇依然令人着迷 然而不久前,杨子却听到了她职业生涯中最离谱的八卦 这则八卦不仅令人震惊 也让人们思考明星的生活是如何被解读和夸张的 杨子的事业突飞猛进 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经验的颜值 她迅速崛起,成为华语娱乐圈一颗璀璨的明星 她的成就不仅限于影视行业 还涵盖时尚行业和慈善事业 然而,尽管她的事业蒸蒸日上 但她仍然无法逃脱媒体和公众的不懈关注 不久前,杨子听到 一则让她难以置信的八卦 这条新闻声称她其实是外星人的后裔 她的才华和美貌并非来自凡人 而是外星文明所赐予的 这一令人发指的八卦在网络上迅速传播 引发广泛讨论和争论 有人对此深信不疑 认为杨子之所以如此出色 是因为她拥有独特的基因 而有些人则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纯粹是网络上的炒作 不过,不管这个八卦真假 都引发了人们对明星生活的深刻思考 作为公众人物 杨子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而这种程度的关注和曝光也导致了 她的隐私受到侵犯 这个外星人传闻无疑是关于她最离谱的八卦之一 但这只是一个缩影 明星如何面对外界舆论和猜测 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明星的生活往往被视为光鲜亮丽 但背后却是巨大的压力和牺牲 他们在公共场合需要维护自己的形象 但私底下也需要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八卦和八卦文化已经成为娱乐业的一部分 然而,有时这些信息变得过于粗鲁和不尊重 甚至不惜损害名人的形象和感情 杨子的外星人传闻无疑就是这个问题的一个例子 虽然八卦有时能给明星带来额外的曝光度和话题度 但也会对明星的形象和精神造成负面影响 杨子的情况只是众多需要不断应对流言蜚语 同时保持情感和道德操守的明星之一 除了对明星本身的影响之外 八卦还涉及到媒体的伦理道德责任 媒体在报道八卦时需要谨慎 不仅要保证信息的准确性 还要尊重明星的隐私和尊严 当八卦变得离谱 不切实际时 媒体是否应该如何报道 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杨子的外星人传闻也引发了人们 对八卦消息来源和真实性的质疑 信息时代 虚假信息 谣言迅速传播 给社会和个人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 因此 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 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 防止虚假信息的传播 维护社会的信息健康 虽然杨子的外星人传闻可能 只是一时的炒作 但确实引发了关于名人生活 和八卦文化的深刻讨论 名人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他们有权享有隐私和尊严 八卦应该发挥娱乐和信息传播的作用 但也需要更多的道德约束和责任 杨子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和公众人物 他的事业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不管是好是坏 他都需要面对并接受流言蜚语的存在 然而这个外星人传闻也让我们觉得明星毕竟也是普通人 他们也有权利过正常的生活 追求自己的幸福 八卦新闻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短暂的关注 但真正的幸福和成就应该建立在现实生活和事业的基础上 总之 杨子听到的最离谱的八卦可能只是娱乐圈的一个小插曲 但其背后却折射出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 包括明星生活的压力 媒体的道德责任以及传播的问题 的虚假信息 等待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讨论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明星和娱乐圈的现实 以及在信息时代如何维护道德和伦理 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 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 享有自己的隐私和尊严 这是一个值得实现的目标我们的共同努力 有关杨子和肖战的八卦新闻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因为他们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圈内反派再次出现 并做出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新举动 让人好奇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这种情况确实令人不安 首先 杨子和肖战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 虽然一度被转两人关系十分亲密 但两人都坚称只是朋友 不过 近日有消息称两人可能有新的感情发展 引发粉丝热议 这样的八卦一直是娱乐圈的一大亮点 但也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方面是 一些内部人士似乎在积极制造麻烦 有传言称有人试图散布虚假信息 损害杨子和肖战的声誉 这种行为不仅给明星本身带来麻烦 也让粉丝感到不安 担心自己的偶像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开始怀疑这一切背后的真正目的 谁在控制这一切 谁愿意煽风点火 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呢 有人认为 这可能是为了追求某种商业或政治利益 明星们成了利益冲突的受害者 总之 关于杨子和肖战的最新八卦令人不安 因为他们似乎不再只是明星之间的情感纠葛 而可能涉及更广泛的复杂利益 人们期待看到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希望了解这一切背后的真相 以及明星们能否克服这些新的困难 无论如何 这个八卦故事肯定会继续引起媒体和粉丝的兴趣 在这个问题上 有关杨子和肖战的消息也引发了 关于明星隐私权的讨论 他们是公众人物 自然会受到更多的关注 但过度的好奇心和侵犯个人隐私 可能会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 这也让人们认为 媒体在报道这些八卦时 应该更加谨慎 不要损害明星的声誉和隐私 此外 一些粉丝也积极发声支持自己的偶像 他们组织活动 写文章 用各种方式维护杨子和肖战的形象 这也让人们看到了粉丝们的热情和力量 他们是明星成功的一部分 也是维护明星权益的力量 八卦是娱乐圈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但当它变得过于离谱 并侵犯名人的隐私时 就需要认真对待 这也提醒我们 媒体和公众在关注八卦新闻的同时 硬保持一定的道德底线 尊重明星的隐私权 不要随意攻击他们的人格 杨子和肖战的故事或许会有新的波折 但希望一切都能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而不是陷入更深的困境 02 肖战遭遇新麻烦 圈内恶人又出新招 用心险恶 没有答案 必须有一个解释 我只能怪罪信息传播时代 那些寻衅姿势的人动机不纯 只喜欢散布谣言 内部娱乐一直喜欢这个 它让不存在的东西看起来像是存在的 新艺术家很容易陷入困境 苦海长久以来一直活在愧疚之中 演员肖战 整个2023年他所受的委屈 无人关心 那些商人的武器像刀子一样插入他的心 娱乐圈 流量与鲜肉汇聚 30岁的肖战是唯一一个能吃苦 能担当任务的年轻人 舆论在酷帅脸上留下的伤痕还没有愈合 柔软的心隐藏着对未来深深的期待 曲折的经历意味着对生活和过去的特殊理解 观众对他的印象是诚实 真诚 儒雅 狭义 最近遇到新麻烦了 负重前行 缓慢奔跑 困难是艰难的 肖战大多数时候都是隐忍的 压抑着心中的愤怒 但他却停不下来 只能向前走 2023年 事业全面开花 出现新格局 掀起新浪潮 商业 杂志 新剧的假新闻再次为营销号带来流量 他走了一条不同的路 也明白走红的不易 他与时代分离 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城市 在每一次挫折中 我们也能看到强者的治愈能力 肖战是一位积累了很多经验的演员 每当新阶段出现争议时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以硬核反击 以真实务实的做事理念迎合从众心理 他忙了一整年 戏份被泄露 行踪被曝光 私生活也被干扰 启航的日子里 他学会了缓解压力 消化痛苦 排解忧虑 艰苦的工作就是艰苦的工作 如果你做一件事没有毅力而半途而废 你只能成为时代的堕落者 了解人情事故 世间轮回 并不一定能如愿以偿 肖战跌跌撞撞荒诞的人生中 夹杂着深刻的人性观 但我们无法控制某些言论的衍生并产生热度 这个出生在普通家庭的孩子 从来不守规矩 闯入娱乐圈后 他的才华和实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成名之路有些坎坷 有陡峭的悬崖和山体滑坡 自力更生和刻苦训练是密不可分的 他似乎天生就有当演员的资本 陈情令爆红后 各方面都实现了质的突破 意志力增强 抗挫折能力逐渐增强 克服职业短板 每部戏背后所承受的辛酸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在复杂的工作场所 我习惯了高强度的演练和高压环境下的坚持 顺其自然是人生的法则 也是一个艺术家从时尚到顶尖的成长 世人眼中的魅力 只是一朵小花5到10年努力的结果 我渴望目光注视 祈求奇迹 但如果我不克服自己的弱点 又如何走向成功呢 明满天下 明阳海外的肖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出名并退出社会 当他取得好成绩时 有人靠他来博取眼球 近日 网络上有传言称有一个新的影视项目有待验证 剧名与冬奥会相关 直指遭遇心麻烦的肖战本人 行业恶人又有新动作了 致敬他的电视剧《以冰雪之名》将于下半年开机 他已誓言签约 目的太可怕了 从题材上来说 礼物剧无论是谁也都能引发讨论 如果你假装仁慈 说真话 做各种诽谤之事 最终会害了自己 但如果你自愿搞噱头 假装真实 公众只会认为你是个傻子 花童这一年所遭遇的劫难 可以说是他一生中难忘的时刻 然而 有传言说他的名字出现在某些作品中 这实在是人性之恶 跨越国界发展 跨田野冲出闲谷 每一次挫折都更加勇敢 转型之路上 他的事业一帆风顺 各种角色之间的来回切换揭示了奋斗的本质 与边缘搏斗 坚持是向上进步的动力 从摸索 探索 积极拓宽视野 到对演员行业有了新的定义 他在混乱不可避免的社会氛围中有了新的立场 随着新蛋糕曝光 粉丝们完全无视了 上半年他们还在忙着拍戏 拍戏 下半年的新动作怎么来得这么快 这个目的很可怕 一不小心就暴露了真实情况 他们想继续靠肖战赚钱 所以才这么说 故意恶意添加新的谬论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自己心理确定的事情 如果你迫切地想到达终点 就不要相信一些不存在的法则 你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实现你的目标 不要害怕独自或徒手上战场 接触的人越多 你就越懂得如何践行时尚气质 话悲痛为力量 话怨恨为爱 不要胆怯 多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 扩大自己的人脉网络 这是最时尚的社交方式 和肖战一起进步 忘记那些对你来说困难的现象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